哈喽大家好,我是从193斤,减到140斤的减肥到白饶小剑,今天跟大家聊聊吃蔬菜减肥的六个问题。 在减肥界,蔬菜应该是仅次于水这种真灵和食物的吃不胖的存在,总感觉随便吃都没事。 但是,事实上,你没吃错蔬菜带来的问题,还是挺多的,吃胖了,吃便秘了,吃成满脸菜色,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,往往是因为你不懂得吃蔬菜,想要越吃越瘦,在吃蔬菜的时候,你要知道这些真相。 真相依,300、500克大多数蔬菜的热量比较低,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和烫氧化剂,微量矿物质和维生素,可以帮助我们增强身体的免疫力,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。 中国居民傻食指南2016版建议,保证每天摄入300到500克蔬菜,深色蔬菜应占一二。 减肥的话,每天300、500克的蔬菜是最低标准,如果食欲特别好的话,可以吃一斤以上,多吃绿叶紫菜,多吃木耳、香菇等。 真相二比三种以上,很多人减着摊了蔬菜,基本都是西兰花、生菜、小黄瓜来回循环,觉得这样特别减肥,但是这样的做法,可以说是为了一颗菜放弃了整片菜地。 不同蔬菜的营养是不一样的,比如胡萝卜的类胡萝卜素很丰富,可以抗氧化、免疫调节等。 再比如菠菜和现菜的含血量比较丰富,多吃可以补铁,建议大家平时最好能吃到三到四种蔬菜,能够每天换着吃就更好了。 真相三,深色蔬菜在众多蔬菜之中,叶子菜在营养上是比较突出的,有比较丰富的矿物质。 特别是钙和钙,更有比较丰富纤维和维生素比,叶子菜颜色越深,营养充分的浓度就越高。 如果你遇到一些深色的叶菜,比如油菜,油麦菜,芥菜,乌菜,以及马兰头,鸡菜等叶菜,放心大胆的吃吧。 PS,紫甘蓝虽然是沙玛特子,但人家还是挺好的深色蔬菜,不要因为颜色提示它。 真相四,新鲜蔬菜减肥的话,尽量吃新鲜的蔬菜。 因为无聊在超市研究过榨菜的营养成分表,港针,榨菜的热量真的很低,一包的热量才占一天推荐热量的2%,看上去是非常无害的减肥食物。 但是如果你再看看其他数据,你就会发现,它的那含量超标的非常厉害,数值都超过100%了,100克吃完,一天的盐也几乎吃完了。 建议大家还是吃新鲜的蔬菜,少吃腌制蔬菜,真相五,少有主菜,无油无盐的生菜沙拉特别减肥,但是很多减肥的小伙伴可能无法下业。 它最大的问题就是,难吃,想吃草,所以为了让它更好吃一点,可以放点油。 当然如果你们像小店一样,吃白水煮菜觉得没有那么困难,那就白水煮吧。 真相六,菜只是菜对于减肥来说,搭配是很重要的,虽然西兰花可能有很丰富的营养,但是吃的时候,还是要搭配一些其他蔬菜, 蛋白质或者碳水,想减肥,只看月亮是不行的,搭配均衡也很重要。 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刚开始靠结舌恶瘦的时候瘦得快,但是慢慢的却越来越难受,而且恢复正常饮食之后就反弹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哦。